昨天我们讲课的内容 主要讲了这个 美术复党里面的文明 大家也看了些读 那么其实这个文明 包括很多方面 包括这些读度和文明 包括这个 埃及文明 等等 这个文明的时代 没有太多的声音讲 我一开始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课 主要还是其中在讲 东西方 西方 西方 东方 东方 中国文化 所以我基本上是 那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文明 就是这个 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在 这个单词里面 我们叫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就是也是古希腊字 叫这个 地中海的这个 这个翻译 对于这个字读起来很长的 那么其实 地中海是一个 有很多的范围 南面就是 迪埃及 阿尔及利 阿尔及利 这个北面 这个最尖是西班牙 然后 印度尼的这个半岛 然后就是希腊 这个半岛 希腊所在的半岛 叫做 爱琴半岛 爱琴半岛 这个 爱 我的爱 琴就是弹琴 爱琴海 爱琴海 爱琴海就是 Agin Agin 就是爱琴海 爱琴海 这个是 这是 我们说 我们开始讲说 爱琴海的分明 其实是地中海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 比较早的一个文明 那么这个文明 大概是从 古希腊的 库克洛斯时代开始 那么这里 当时 在爱琴海 大家看那个 第三行 Agency 看到吗 Agency 第三行 Agency 就是爱琴海 这些地方呢 有很多岛语上面 它产生最早的文明 那么这个文明 是最早的 我们叫3个列 这个不要记得 因为这个不是太重要 我们看看这个爱琴海 这个 它所记得的 这个情况 这个下面这个是 你意思是希腊 这个是希腊 那么 下面这个有个广道 这个叫Polopennis 就是我们所谓的 博奔利萨 探生的 博奔利萨 听过这个名字吗 听过 博奔利萨 但是最早的一场 因为 这个 博奔利萨 是最后由于被征服以后 才形成这个庞大的希腊 那么这里是最早遗迹的地点 这个地方叫Colint 柯林斯 现在是变成一种 文化式的柱式柱头 我们所谓的建筑 柯林斯的柱子 就是来自这个城市 Colint 麦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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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西尼是最早的文化代表 这个麦西尼 那么 这个是希腊 最重要的一个 什么是 斯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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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 英语说这个人 他日子过得很斯巴塔 他就说你日子过得很 很简朴 因为斯巴塔 他从常简朴 简朴 那么最早有名是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群岛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Colint Colint 这个岛 另外就是这个岛 叫Crep 看到吗 克里克岛 克里克岛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昨天三个人移工 洛索四尼宫 在这地方被发现 所以希腊 这个整个是希腊 那么希腊的最后 后来发现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本岛上面 出现了一种事 就叫Athens 就是我们叫的雅典 雅典 今天的奥运会 就要在那里去世 那是在希腊半岛上面 所以希腊文化最早出现 是在地主岛上的一小群岛上面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岛上所发现的 先是这群岛 那么在这个岛上 我们发现有几个标准 这是希腊 前希腊时期的雕塑 非常小 一小小到一小 也都是女性 那么他 连我们昨天看见那个 美术不当娘 那个 或者是更早的 西班牙的那种 那种雕刻来说 他显得比较修长 他也强调了一些 女性的特征 比方说有两个五皇 但是整体来说 他比较修长 装饰性很强 这是早期的 另外我们发现一个 一个人在吹牌销 这个手上上的 鼻子这样 他在手上吹 这个牌销 那么这个说明很早 因为这个文化 已经是有一万多年了 所以说一万多年以前 这个古代的 这个希腊文工具 刚才已经叫做音乐感进去 这个文化也是我们 在人类品词上 他最早呢 一个人做乐器 这么一样 一个艺术品 在中国发现 人工艺术品的 用音乐 乐器的这个 比他还多 他希腊很早 他喜欢歌舞 那我们就看这个 最重要的文明就是 科里克文明 我这个建筑上面写的字 叫Crab 就是这个岛的名字 这段话讲的 The modern creek islands of Crab 我们现在 把这个岛的名字叫Crab to the south of Cycles 它的位置呢 在Cycles这个岛里 群岛的南部 and north of Nile Delta 而是在这个尼罗赎 Nile 尼罗赎 Nile Aire dá Neo 在這個故鄉,其中一個就是克里特朗。 It was destroyed twice. 它被摧毀了兩次. Once,有一次在公元前1700年, by earthquake,地震,地震正化了。 And again, two or three centuries later, 在兩到三個世紀,就兩三百年以後, 它又被摧毀了, When the Greek from the mainland invaded, and conquered its people. 那那個那一字,那個不是畢竟的, 而是Greeks,希臘人。 希臘人,從本土,從mainland, mainland,是本土。 我們現在叫中國,叫mainland, 是叫什麼呢? 大陸,大陸,從本土。 它侵入了這個克里特朗, 並且呢,confer,征服了它。 confer,是征服。 The civilization that the flashed on the creek was all but forgotten until 1980,1900。 那麼,所以它的所有的文明, 都被移往一直到1900年, 才被出境發現。 所以我們所知道的這個, 克里特文明到1900年以後, 非常非常之龍, 我們以前並不知道這個文明。 看這個字, 劇很重要。 你看它說, the civilization was all but forgotten. 這個意思是說, 它那個文明就沒有了, but forgotten, 但是並沒有被別人忘記。 它就是,只是記憶在這個記憶當中了。 When British Archaeologist, 什麼叫Archaeologist? 考古學家, 考古學家,Archaeologist, 它的名字叫Sir Arthur Evans, 就是亞瑟 Evans, 人斯比賽的搜集會, 他決定重新到克里特來開發。 inspired by his knowledge of later Greek myth, myth, 是克里特的, 就是神話, 你講一個神話講一個myth, about pre-Greek aging, 因為神話裡面有相當多的, 是關於這個前希臘時代的愛情文化, pre-就是前,pre-Greek, 是希臘前的aging, 他對這個inspired, 是誰被的inspired呢? 是Arthur Evans, 對吧? Arthur Evans由於受到這個前希臘文化的傳說, 很迷惑, 很開心, 所以跑到這裡進行開始發掘, evens, initial excavation, 它開始的這個發掘工作, escalation, 是發掘, that the way to establish a historical basis of myth, 他們這個發掘, 是開始建立了對於這個神話傳說的歷史的基礎, 我們看看evens發現了, 那麼我們第一個evens所發現的就是, 他發現了當時洛索寺這個宮殿, 看了嗎? Palace of Nossos, 這是我們最早建的克里特王的宮殿, 它大概的時間是在公元前1600年, 到公元前1400年, 那麼大小有多大嗎? 有多大? 有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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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於是1.6公頃, 1.6公頃大, 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一塊地方, 這是迷宮, 完整地發表出來, 這個迷宮非常地複雜, 大家看見裡面, 這是一個完整的宮殿, 下面有下水系統, 還有供水系統, 裡面有極上環間這個房間, 所有的地方都是用走廊相通, 外面是有厚的牆作為公室, 把它把它防範起來, 這個上面有 corridor of possession, 就是所謂的步行的走廊, 那麼南北都有一些主要的廳, 那麼當中有個central court, 有個中央的院子, court, 在這裡是院子, 有個theater area, 有個眼具的區域, 那麼還有pillar hall, pillar就是柱子, 有柱廊, 然後有小廂房, magazine在這裡不上場是講, 是小廂房等等, 所以呢, 非常的豐富,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這個minus, 這是我們所找的這個noxo, noxo宮, 這個宮殿呢, 大家知道現在所看到的, 以前並不屹立在地面上, 以前玩家是被埋, 被埋在地上, 地下, 從公元1900年, 伊倫斯博士開始帶來一對法律公園, 在這裡工作了十多年, 然後才復原成這個樣子, 有很多是搗蛋的, 他們把它重新把它構造起來, 所以終於給我們結識了, 古希臘文化前期的就是克里特文化的, 帶一個面貌, 這個非常壯觀的一個宮殿, 那麼上面有神殿, 這個神殿上面看起來還有fresco, 有這個壁畫, 看見嗎? 由於這個壁畫給埋在地下很久, 所以它的顏色很鮮艷, 所以現在打開以後, 那個柱子是普通紅顏色的, 墻上有壁畫, 這是宮殿前1600年的作品, 非常壯觀啦, 那離現在為止, 接近四千年的作品, 四千年的作品,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說, 古典文明很偉大, 千萬不要忘記, 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偉大的古典文明, 你知道嗎? 人類, 並且已經出現了最早的capital, 就是鑄頭, 看到嗎? 鑄頭, 後來希臘的鑄頭, 就是在這個技術上發展起來的, 這是諾索公, Moxos, 那麼我們在這裡呢, 還找到一隻公牛的頭, 那麼這個公牛的頭呢, 是做出一層浮雕, 放在那個壁畫上面, 它用一塊這個紅顏色的大理石, 把它打成一個牛頭, 然後把這個牛頭鑲在這個牆面上, 並且有兩隻腳, 你看這個做得非常寫實啦, 這是接近四千年前的一個雕塑, 那麼當然這隻牛的, 它的身軀性已經是很殘破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 這張這個雕塑呢, 它是用一個浮雕, 和一個牆上的壁畫, 把它打成起來的, 等於它一部分是畫的, 但是它的頭呢, 是一個浮雕, 是把它們兩個鑲起來的, 這個做法非常特別, 並且當時的人已經走向很寫實的一個方向, 大家在下個禮拜, 我們看看中國的青春文化, 中國的青春文化很少人寫實的, 中國的青春文化就是很誇張的, 是吧? 很猙獰的, 他們的東西很可愛, 那麼我們後來看了故事, 看了合法實施, 知道公牛在他們的神話裡, 具有很重要的這個作用, 是吧? 那麼我們再看那個故事, 是另外一個牆上的這張壁畫, 這張壁畫保存得非常的完美, 這張壁畫上面有兩個人, 在耍公牛, 這個公牛上面還有一個女孩子的倒立, 看到嗎? 有一個倒立, 講完雜記啊, 這個時候呢, 希臘的審美觀已經開始形成了, 顯然跟中國的這個審美觀不太一樣, 中國人呢, 在這個韜天文, 就是在鬼頭的上面, 中國發展得很豐富, 裝飾很華貴, 但是中國對人體, 始終是沒有到清楚, 中國到很晚的時候, 人體的比例都是不對, 因為中國人有忌諱, 很忌諱對於人體的描寫, 我們說這個, 移植到了這個清代, 我們看那個和尚派有的那些移雕, 那人體都是體力不畏, 而古希臘很存上人體, 所以很早就古希臘還沒有到, 在克里特文化時期, 他們的人體已經知道, 人力要高, 腿要長, 要很修長, 並且基本的解剖正確, 並且這支公寧會解剖也很正確, 並且呢, 它這個裝飾呢, 也非常的豐富, 那麼, 我們看見上面有些藍葉式的部分, 是有些產生的使用, 作為這個鑲嵌, 鑲嵌後來在古希臘語錄叫Mose,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馬賽克, 知道馬賽克嗎? 馬賽克, Mose,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就是Mose, 就是用鑲嵌來做, 這個可以說Mose, 在我們的裝飾上面已經有了, 接近四千年的歷史, 我們看西部, 非常精彩, 你知道嗎? 這是一隻大公牛, 所以看見那個公牛的生殖器, 畫得很清楚, 很雄爽, 很雄爽, 我們也可以看出, 當時的人的這個衣服啊, 由於他們是住在這個, 地中海地區, 所以呢, 天氣很溫暖, 陽光很明媚, 所以這些人的衣服都穿得很少, 所以很能看出這個修長的腿, 頭髮呢, 也很時髦, 你看這個右邊這個男人的頭髮, 如果走進來的話, 能夠覺得很時髦的人, 你知道嗎? 帥哥了, 前面還有一個人, 這人是拉住那條女子, 不讓她奔騰, 讓這個女孩子在上面, 拿她的, 這是克里特羅娃所做的, 精彩的作品, 那麼我們另外來發現了一個叫做, 石勒的女神, 英文叫Snape, Snape Gollens, Snape Gollens, 也是說霍克索斯路, 她發現, 我們找到了, 她發現是十三億人高, 也就是三十四公分, 等於我們一世子那麼高, 現在是存在這個本地的一個, 地質博物館, 那麼這個, 是一個很薄的一個這個, 所謂石勒女王, 那麼, 我們看看, 這個女王呢, 她這個躺著兩個胸, 一邊手抓了一條蛇, 這個一尺高的這麼一個, 我們可以看出, 當時的人呢, 在服裝上面已經是很開放, 很開放, 並且知道俗腰, 腰非常細, 是這個俗腰, 長腿, 躺胸, 作為一種美, 作為一股修男, 當時已經很重視這些, 我們現在很重視這些, 審美的這些部分, 並且也有很, 比較複雜的方式, 那麼我們再看那個, 另外的這個, 洛克索公司當中的另外一個壁畫, 這個現在是藏在雅典, 這個國家博物館裡面, 這張壁畫非常的這個豐富, 這是一整張壁畫, 這個叫做, 船的壁畫, 大家要知道, 古希臘的這個最早的文明, 像塞克斯, 還有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克里特文化, 他們都是在島上發展起來的, 所以航運對於他們說, 就是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呢, 在多次情況下, 我們看見他們表現了很多船, 那麼這裡我們看見, 有小一點的船, 上面可以坐五六個人, 有大一點的船, 上面甚至有七八個人, 大家看見那個船呢, 是用划甲的方式去划的, 那個上面就有這個, 諾克斯公, 那個宮殿的做什麼牆, 有很多婦女呢, 站在那個宮殿上面, 去看著這些親人呢, 離開那個港口, 切往別的地方, 這張畫, 這個人和建築的比例, 當然還是不成比例, 那但是比我們後來這個, 隨帶著長子前的這個, 這個人, 舟不能成人的那種狀況, 那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這個是他公願前, 一千六百五十年的這個作品, 我們看看戲, 他們有些很大的船, 你看這一條船上面, 有很多的獎, 大家發覺上面, 他們都, 海上有很多東西在游, 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什麼? 海豚啊! 看見海豚了嗎? 並且他們看到海豚是一堆一堆的跳, 並且畫得很真實這個海豚, 那麼現在我們到丁中海去, 你坐船游的時候, 經常有海豚, 這個跳起來, 所以這個的確是當時這個, 自然警官他們觀察到的結果, 他們用了非常漂亮的顏色, 去表達當時的山脈, 這個山脈, 石頭很多, 植費很少, 畫得非常好, 這是人類的繪畫藝術的, 恐怕是可以追溯到, 比較早的, 比較精彩的這個作品, 我們看到一個城牆上的人, 這些人都, 乾巴巴的瞪著眼睛都望, 看到嗎? 都朝一個方向, 後面有兩個人在收拾東西, 山脈還有路, 看到嗎? 有城區的路在山脈往下, 這個是非常早的克里特文化, 我們又發現了一個地方叫, Tera, Tera, 30多年以前, 離現在30多年以前, Daijin yields exciting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n the mother island of Santolini, in the southern cyclists, 我們在現代的南部的 Cyclists群島的一個島嶼, 叫Santolini, 在那裡, 我們在檢疫前, 發現了很重要的考古的發現, Yield, Yield, 是獲得了, Yield exciting news, 傳來了非常令人, 振奮的消息, 是我們找到了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我們找到了考古的證據, 那什麼東西呢? formally called Tera, 以前這個島, 我們叫Tera, 現在叫什麼? 叫Santolini, Santolini, 現在叫Tera, Santolini is a volcanic island, 是什麼島啊? Vorganic, Vorgano, 火山島, Vorganic island, and parts of it are covered with ash and povies, 這個島有一半都是被這個火山灰 火山石把它埋藏起來, 所以基本上由於火山爆發, 把這個島全部埋起來, A Greek archaeologist, 有一個古西方這樣的一個考古學家, 他名字叫Spiridon Marilatos, 他們很多人名字叫Tors, 什麼Ors, Tors, 他們就決定呢, 想辦法在這裡去找, 把這個灰拿掉, 然後呢, 開始發現, 那麼最一早呢, 我們就是在現代的城市, 這個Akrotini, 這個上面有個城市, 叫做Akrotini, 這個城市是在1967年建造的城市, 在那個旁邊, 我們挖出了一個古代的城市, 我們把它叫做Tera, 這個城市上有非常壯觀的壁畫, 古代, 這裡有兩個人摔跤, 注意到這個人還戴了一個拳頭, 你看看, 戴了一個拳擊手套, 所以, 這個古典的運動, 或者現在運動, 前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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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的啦, 很多東西像鐵餅啊, 標槍啊, 拳擊啊, 摔跤啊, 都是在, 還有馬拉松啊, 還有長桃, 都是在他們的壁畫, 發展起來的, 講歷史有四千年了, 所以這古希臘人應該說, 奧林匹克的精神是在他們那個地方, 後來才存到全世界, 這是我們找到的, 這是一張壁畫, 顏色非常鮮艷, 那麼我們, 這是個, 這一道畫叫, Boxing Children, 打拳的孩子, 那麼, 我們下面還是用了縣的一個城市, 那這個地方應該是這個島, 叫做, 大概是公元前一千六百五十年左右的, Fresco, 是, 蛋清化, 或者是壁化, Fresco, Fresco, 現在在Ethens, Ethens是什麼, 雅典, 雅典的國家, 考古文物館, 就是這個, 打拳的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都有小小辮子, 看到, 頭髮, 上面這個孩子的辮子, 把它捲成小辮子, 這個是長長的辮子, 大眼睛, 很可愛的兩個孩子, 然後, 然後我們, 把這個文化過了, 我們講了這個克里特文化, 我們也找到那個Fera, 那個島上找到一些文化, 但是真正的這個希臘文化的發展呢, 是要從這個, 波羅奔尼小半島上來去, 其中一個就是, 麥西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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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克里特文化, 第二個講麥西尼文化, 第三個就是希臘文化, 這三個是聯繫起來的, 大家記住這三點, 就是克里特文化, 這個麥西尼文化, 第三個是希臘文化, 我們講希臘文化, 我們講希臘文化有三個, 這是第二個, 麥西尼文化, In the late 1860s, 在1860年代的晚期, at the age of 36, 36歲的 successful German businessman named Hendrik Scherman, 有個非常成功的德國的生意人, 他的名字叫做Hendrik Scherman, 就是我們講的謝爾曼, Hendrik Scherman decided to become an archaeologist, 他在那個時候, 他決定決心要變成一個考古學家, 因為他生意做得很成功, like the third of Evans, 他跟那個英國的爵士, 伊文斯一樣, Sherman was convinced that certain Greek legends were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他認為有相當多的古希臘的傳說 是基於歷史的這個事件, He focused his search on the legends of the Trojan War, 他把他的研究集中在一個傳說, 是關於什麼傳說呢? 關於Trojan War, 特洛伊戰爭, 大家知道特洛伊烏馬嗎? 特洛伊是希臘人跟特洛伊人打一場大戰, 那他打了很多年, 最後用了烏馬技, 把兵士文具, 就是傳說裡面, 在河馬時事裡面, 他就把這個故事集中在Trojan War, 特洛伊戰爭裡面, and its heroes和他裡面的英雄, as inscribed by Homer, 是由誰記述的, Homer, 是河馬, 河馬所說的, in 1870, 在1870年, Sherman found a cycle of joy, 他在1870年發生了什麼地方? 發現了特洛伊, 特洛伊城找到, 看來就不是個傳說了,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這個特洛伊時期, 就是這個邁西林文化的時期了, 我們在這裡首先看看, 這個邁西林文化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很小的, 一個長方形的這樣一個小, 小小的金牌, 那個很小, 這叫Megoron, 叫Megoron, 這個牌很小, 四邊是牆, 這個圓圈是柱子當中有的小圓圈, 那麼, 這是最簡單的這個, 希臘本土的一個廟, 就是在特洛伊時期的, 那麼, 另外呢, 在這個邁西林文化, 最重要的就是, 石門, 我們叫做, Line Gate, 看起來吧, 有個石門, 這個門上面有兩隻巨大的雄屍, 當中頂著一個柱子, 這個門呢, 是已經有了非常, 非常統實, 但是很堅固的這樣的, 這個梁柱子, 兩個柱子, 有一個梁, 並且學會用氣形的東西呢, 來分散這個力量, 到這兩個柱子上去, 所以這兩個門呢, 屹立在那裡的, 三千五百年吧, 現在的位置, 還是跟他有過, 這個地方經歷過多次地震, 這個門又沒有震狂, 所以他們對結構的, 腦部形, 已經有了很深的認識, 這個叫做, Line Gate, 這是梅西尼爾, 這是麥西尼爾, 是麥西尼爾王話時候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這裡, 我們在看麥西尼爾王話, 我們就一定會跟這個神話, 聯繫起來, 這個神話叫做, Agamemnon, 亞加梅隆, 亞加梅隆, 你們讀希臘神話的時候, 亞加梅隆這個神話, Masinian was the legendary home of King Agamemnon, 他這個地方呢, 是亞加梅隆王的, 他的一個傳統中的家, who let the Greek army against the king, trying for Troy, in the Troy war, 是他帶了這個, 這個希臘王軍隊呢, 到特洛西去打仗, 打敗了特洛西這個皇帝, Agamemnon's brother, 他的弟弟叫, King Mimilaus, of Sparta, 他的弟弟呢, 不是斯巴達王, Mary Helen, 他娶了海倫, 海倫是祖皇宗司的正妻, 正妻, 以後的話是右拐的, 他的正妻叫Helen, 據說Helen呢, 是當時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 最美最美的女人, 後來大家記得, 土耳士大寫的這個, 戰爭與和平, 記得嗎, 看過戰爭與和平嗎, 裡面的那個, 戰爭與和平裡面, 最漂亮的女孩子也叫Helen, 土耳士大使用了這個Helen的名字, 到現在都知道, 很多女孩子都願意叫自己叫Helen, Helen這個是美女啊, 古希臘的神話裡面, Helen就是美女, 我們這個佔座, 大概也有些Helen, 有沒有, 很有, Michelle, Helen, 這個叫做多奧這兩個名字, 很常用的, 所以, 這個故事從這裡來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講了很多, 那麼, 這個Primes, Primes, 他的Primes呢, 他是這個, 特洛伊的這個皇帝, 這個特洛伊的皇帝, 他生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叫Paris, 現在法國的守護巴黎, 就是由他的兒子名字匿名的, 看見嗎, 是來自古, 古希臘的傳說, 是羅馬史詩裡面, 所以我們把它叫Paris, 這個Paris呢, 是叫特洛伊王的兒子, 這個兒子呢, Abduck Helen, 他又, 又結了Helen, 就把他的這個女孩子抓了, 所以, 這個Dakmenu, 他就, 扶這個Pledge, 發誓, 要去報仇, 所以就, 開始了特洛伊戰爭, 其實特洛伊戰爭, 是為了一個女人, 還興起的, 因為他一個, 還好被, 被別人搶去了, 所以這個, 阿甘埃的梅東王, 一定要打仗, 所以他帶了軍隊, 從這個, 摩洛伊莎, 打過去了, 當這個希臘的建制, 準備去開航的時候, The wing refused to blow, 沒有封了, 看見嗎, Wing refused to blow, blow 是吹風啊, refuse 是拒絕吹啊,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封習了, 沒有封了, because Agamemnon had killed the staff, sacrified to the great rule of God, as of Artemis, 由於這個, Agamemnon, 他把這個, 本來奉獻給這個希臘的 粵女生的這個祭品啊, 他把他, 把他, 這個, 做祭事文的祭品, 把他, 把他, 把他宰了, and say, compensate the full stack, 他就排了這個祭品, 給這個, 女神, 那麼, 讓這個風吹, 所以, 月女神的名字叫做, Artemis, 他就說, 可以, 讓你吹吧, 那麼, 所以, 他就列出大招, 這個戰爭打了多少年了, 打了十年, 10 years later, he was ending, and augmenting return to the Myxenia, 他打完招, 回到了Myxenia, 那麼, 他在那裡呢, 居然被, 回到家裡來, 被他的這個, 老婆給謀殺了, 老婆謀殺, 那麼, 所以呢, 他的這個, 剩下的孩子, 又把兩個, 把他的老婆也殺掉, 所以, 這個故事是很悲劇, 這是《河馬史詩》裡面的, 那麼, 這個就是基本上, 我們可以說, 這是最早的《河馬史詩》裡面, 最早的, 關於複裂人七世紀的這個, 一個恩仇故事的這個理論, 這個意思, 那麼, 我們到底看看這裡面, 有些什麼東西找到呢? 我們首先找到呢, 找到一個很大的這個, 一個, 一個神廟, 這是大家每個, 王時期的一個神廟, 我們叫Toros, Toros, 那麼, 那麼,我們在這裡看看, 它的一個門, 的一個結構, 當時的門的結構呢, 還不是這個拱, 而是, 用柱子做上來, 然後上面有一個門櫃, 有個門櫃, 上面還看一個口子, 作為通風櫃, 所以這個石頭, 是這樣子起起來的, 就是講到這個歷史上面, 那麼,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Toros, 它的基本結構是怎麼樣, 從外面有個湧道, 就是剛才我們看那個門, 從這個門移植走進來以後, 他們用石頭, 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尖錐形的一個拱雀, 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神殿, 當時的建築技術, 跟古希臘時期, 還是有區別了, 那麼, 我們在這個島上, 在麥犀利文化上面, 我們找到最真本的東西, 就是這個金面具, 這是一個恐怕是, 在埋葬一個死者的時候, 根據他的臉形, 所做的一塊金, 很薄的金貨, 是覆蓋他的面, 面上面, 那麼, 考古學家有些人估計, 這個臉形, 恐怕就是, 阿加美濃王, 就是那個最後被老婆謀殺的, 這個發動十年的, 這個特洛伊藏, 真的阿加美濃王的, 他的, 他的, 他的樣子, 有大鬍子, 這個美虛弓啦, 鬍子很漂亮, 閉著眼睛, 這是, 一塊很薄的金, 把金做成, 斷成一塊平板, 然後用小錘子, 在上面把它左打成, 然後當時在, 院長覆蓋的時候, 是一個彎過來的, 整個把臉包起來的, 當然這個石膚已經不存了, 但是我們找到了這個金, 大家知道, 整個希臘地區, 不產黃金, 那麼這個黃金, 肯定是由於它的征戰, 特別是在特洛伊地區, 特洛伊斯現在的土耳其, 在那個方面, 有游回來的, 說明當時歐洲, 這個希臘已經有很強大的海外, 有奪的能力, 鬍子, 鼻子很高, 很直, 看有沒有它的鼻子, 歐洲人的鼻子, 好了, 我們就進入古代的希臘, 剛才我們講的故事是, 這一群島, 那最早的是, 這個塞克拉的島, 然後我們後來講到了這個, 這幾個島, 那麼到這一邊來說呢, 就是最早的這個, 麥犀利文化發展, 那麼真正的發展是, 這個埃及, 埃及便是一個城邦國家, 其中有幾個城市很重要, 那麼這個就是, 它的最主要城市, 埃及, 亞典, 那麼希臘後來, 逐步發展了自己的版圖, 首先呢, 發展到這個, 另外的一方面, 這個, 然後發展到這邊, 然後這是希臘的另外一個重要城市, 叫, 斯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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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達和亞典, 是在眾多的城邦裡面, 最重要的城邦, 那麼這個地方叫, 是這個島的名字, 這就是伯羅奔尼薩, 伯羅奔尼薩, 伯羅奔尼薩半島, 所以整個看來呢, 它是一個大半島, 看來它只有這個地方連住嗎? 看見嗎? 這個, 所以它不是一個島, 那是大半島, 在康林寺地方, 是連住了這個整個島, 這個就是希臘, 所以希臘本土啊, 是非常這個崎嶇,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主神宙世祖的山, 就是我們叫的, 奧林匹亞山, 我們現在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是從這個山, 就是古希臘人叫它這個山, 那麼這是它的, 這個是特洛伊, 看見嗎? 這是特洛伊, 它是要渡海去打這個特洛伊, 然後攻佔了特洛伊, 所以這張張, 這就是愛琴海, 下面是地中海, 那這個字就是地中海的原詞, methaterian, 定中海, 很難讀過這個詞, 我們快點看看, Grease was unified by strong sense of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希臘最後統一了, 它的統一靠什麼統一呢? 是由於有一個strong sense, 有一個很強的感覺, 什麼感覺呢? of its cultural identity, 是由於有它的文化的統一性, identity, 這個標誌性, culture identity, 是文化標誌性, 有很多國家, 並不是由於文化的統一性, 所形成的, 而是由於武力, 它希臘最特別, 它是由於大家擁有同樣的文化, 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這個非常特別, 有很多城邦組成, Ago the mainland Greek were geographically separate from those on the islands, 雖然本土的希臘人, 他們在geographically, 什麼意思啊? 地理上來說, 是和他們的島上的同胞, 是分開來, 因為它是住在島上耶, Later from the colonies, 後來呢, 又由於殖民地的形成呢, 也分開來, 但是由於它有all culture identity, 他們有同樣的文化, 所以文化這個叫做希臘世界, 懂了嗎? 他們並不是由於領土相連, 或者是軍事統一, 或者是政治統一, 或者是同等的制度, 並不是, 只是由於一個文化, 文化在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一個階段, 可以說, 之一就是這個古希臘世紀, 因為文化把這個種族變成為identity, the Greeks as a whole, 他們作為總體來說, view themselves as most civilized culture in the world, 他們自視為全世界最高文明的地方, 他們的確很驕傲, and this serves perception, 這種自我的確認, is reflected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foreigners, 這是從他們對待外人的態度上面可以看出來的, 他們說, 比方說, the mother means of word barbarian, 今天我們說你是個野蠻人, 是哪個男子啊? Babarian, Babarian是野蠻人, 野蠻人叫Babarian, 我們現在講Babarian是野蠻人, 野蠻人的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是uncivilized, 是不文明的, primitive, 原始的, 那麼這個字從哪來呢? But for the ancient Greeks and foreigners, the foreigners was a barbarian, 是這個這個這個字, 那麼對於古典的希臘人說呢, 任何的外國人呢? 都是Babarian, 那個意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希臘人很自豪, 他們覺得他們是最文明的, 所有的外國人, 不管是來自哪個國家, 都是Babarian, 他們原來是叫Babaros, Babaros, 是來自這個字, 所有人都是沒有文明的, 都是野蠻人的, 是吧? 只有他們最文明, the Greek considered anyone who spoke a foreign language, an intelligible words, sounds like Baba,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外國人, 不講希臘話的, 他們都認為是沒有, 沒有智慧的語言, unintelligible, 沒有智慧的語言, 那麼sounds like Baba, 他們就把這個語言叫做Baba, to be less civilized than anyone, 那就是最沒有文化的這個話, 所以你要講文明人的話, 你要講希臘語, 希臘語, 所以Babarian是野蠻人, Baba就是講外國話, 這個跟我們中國人講Baba, 差不多, to be less, Distinction between Greeks and Barbarians,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about 800 BC, around the time that the Greek alphabet developed. 這個文明人和希臘人之間的區別, Distinction, 區別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公明前八百年, 在那個時候有什麼出現呢? 就是Greek alphabet developed, 希臘人發明了他們自己的字母表, Alphabet, 字母表, 看到嗎? 只有兩個字組成的, 字母表是哪兩個字啊? 是希臘字母的頭兩個字, 第一個字是什麼? Alpha, 第二個呢? Beta, AlphaBeta, 就是Alphabet, 連字母表都是希臘語, 你說他文明成高啊, 連字母表的稱謂都是他們, 所以他們這個非常地有自信, It was an adoption of Phoenicians and Semitic languages of ancient Near East, 但是這個東西呢, 應該說呢, 它是由別的語言組成的, 就是希臘語它是從古代的, 是由 Phoenicians, 還有另外一些語言組成的, 並不是很純粹的, 那麼它在希臘時期, 它建立了很重要, 一個就是Science的東西, 一個是government, 建立了政府, 第二個建立了philosophy, 偉大哲學, 第三個是Science, 科學, Athenians最主要是這個雅典時期, 他們當時很崇拜這個皇帝和祭司的統治, 規矩, 當他們稱為自由的冠軍, 當他們稱為自由的冠軍, Champion, 冠軍, 這個字也是希臘人所創造的, Champion, 你們不是要奪取冠軍嗎, 是吧, Champion, 就是這個社會, 什麼冠軍呢, 是自由的冠軍, 人類地上第一次出現了自由的解放者, 是由希臘人所提出來的, Tyroman, 你看, 他們認為這個暴軍, 僅僅只能存在在樣序文化, 和這個波斯文化裡面, 在希臘文化裡面, 應該是存在暴軍, 他們討厭這個暴軍, 所以從頭, their operation is evidence that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sident city-state, 所以他們在這個供念之下, 因為他們討厭皇帝, 討厭自私, 討厭暴軍, 所以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城市, 叫 city-state, 城邦, 在普希臘語言裡面, 城邦叫polis, polis, polis, 這叫城邦, 這是古希臘的一個重大的建造, with a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ment, 他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個語言就是說, 公民參與政策, 這世界上最大, 我們在所有地點裡面, 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國家, 公民能夠參加政府的, 畢是人繁止, 當然公眾不多, 在亞洲只有9000人是公民, 其中有中等人還有奴隸, 那參加政治的還是9000公民, 但是9000公民都有權利參加政治, 並且議政, 這是最早的民主制度, 這是非常, even though the Greeks kept slaves, 雖然他們還是保存有努力, and did not allow the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他們也不讓婦女參加這個公共事務, the police w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但是,不管怎麼說, police變成了現代文明的最主要的一個基石,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石, the idea of pulling the Athenian democracy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inspired the Thomas Jefferson, when he wrot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frame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這個古希臘城邦文化的雅典文明, 他們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下半部行程, 他們激動了誰呢? 激動了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是誰呀? 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呀, 那麼開國元勳, 受著古希臘城邦文化的民主思想領想, 終於起草了美國的獨立宣言, de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並且, 最後變成了美國現代的現化的基礎, 美國現代是根據希臘的民主思想所撰寫的, 懂得嗎? 你說古希臘都不重要, 古希臘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的一個根本, 就是民主,公民參政治, 所以沒有獨裁, 他們還有幾個主題的發明, 一個是literature, 就是什麼? 文學,還有呢? drama, drama, Greece has left Western civilization one of its most remarkable literature legacy, 古希臘給我們整個西方文明來說, 留下了我們的文學藝術方面最重要的一個傳奇, most remarkable, 最令人震撼的一個這樣的傳奇, Holmes, Iliad, and Odyssey, 河馬的兩路史詩, 伊利亞德和奧德賽, 聽過這兩本書的名字吧? 兩本書, which were laid in spite of Sherman to search for Troy, 這兩本書呢, 最後是讓這個德國人, 謝爾曼, Henry de Sherman, 最後一句, 早就有一句, 就受到兩本書的影響, we originally recited and transmitted, orally, 早先是, 完全是人工用口來備送, 並且呢, 是代代口公下傳, transmit, orally, 什麼叫oral啊? 口頭, 用口頭傳的, 但是沒有傳下來, these epics, 這些史詩, 記住這個詞是史詩, epics, 這些偉大的史詩, were written down between the 8th and 6th century BC, 大絕在八世紀, 中元前的八世紀到六世紀之間, 被寫成文字, 因為那個時候希臘才發明自己的字母, 以前是口傳的, although the exact date is disputed by scholars, 雖然它的準確的密期呢, 在學者之間呢, 還是有所爭議, a great deal of western 畢竟 is originate in the tragedies of Assyrus, Sophicus,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那麼, 在希臘還出現大量的這個悲劇, 看這個詞是悲劇, tragedies, 悲劇這兩個字, 是古希臘發明的重要一個戲劇形式, 有悲劇, 三個悲劇的大師, 這三個人, 一、二、三, 三個喜劇大師, 三個悲劇大師, and in the comedies, 他們喜劇, 那麼這個最重要呢, 就是這個, 這個作家, 所以我們說, 一、二、三, 這三個是悲劇作家, 這個是喜劇作家, 那麼, 所以呢, 並且呢, 這個很重要這個悲劇的作家, 就是這個, 它在公元圈五世紀呢, 它寫了一個trilogy, 什麼叫trilogy啊? 三段句, 三段句, twi是三碼, twi是二碼, 是吧, 大家記得吧, 雙胞胎怎麼說? twi是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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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logy是三段, 三段, 三段, 他演的三集, 那麼, 這個三段劇裡面, 叫做, dramatizing the tragedy of argumentant family of the children, 這個劇呢, 就是演出了, 亞加美容一家的悲劇, 因為他, 打贏了東西, 當他回來後, 這樣就把他害人, 和他的老婆殺了, 是吧, 然後, 產生很多福仇的故事, 這就是悲劇, 這個悲劇的意思啊, 非常了不起,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 有這個悲劇, 這個人類對於文化的感覺, 就不是, 不是很單純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現象, 這是希臘的這個, 這個是希臘的神, 我們看看神, 他的主神叫 Zeus, 宗師, King of the gods, 他是什麼神啊, 神中之神啊, 神中的王, 還有Sky, 什麼啊, 天空之王, 他的象徵是什麼意思, 是兩個象徵, Thunderbolt, 雷電, 還有呢, Ego, 因, 這是人類社會上最早把因做一種象徵物, 那麼, 在羅馬, 用了他, 把名字改了, 在羅馬, 就是叫什麼, 看在後面, Jupiter, 邱彼得, 所以每一對神, 都是有對應的, 在希臘神話裡面是一對, 那, Athena, 亞典娜, 知道亞典娜, 聽到嗎, 亞典娜, 她是 Zeus 的女兒, 看看她說什麼關係, Zeus 的 Vulture, 她是什麼樣的神呢, 她是, 藏略之神, Warning Strategy, 藏略之神, Aspets, 這個, 尊重態度的神, Wisdom, 智慧女神, Willing, 仿直女神, 然後她是這個, Athus, 是雅典這個城市的Protector, 保護神, 那麼她有盔甲, 有盾牌, 有帽子, 並且有一個象徵叫Nike, 後來我們現在用這個, 你們穿了運動鞋, Nike就是從這裡來的, 是她的一個象征, 一個權杖, 到羅馬, 到羅馬變的名字, 叫Nivella, 羅馬叫做, Menella, 美典, 羅馬, 這是一對一對, 然後叫Juno, 叫Juno, Juno, 這個上面是, 面紗, 面紗, 還有這個, 身上有一個大袍, 下面還有一個口雀, 下面這個才是, 這是雅典, Hera, 她的太太, 這個, 從這裡看下去, 我會把這個放到網上, 讓大家點擊的, 你們把這個表啊, 把它下載下來, 你們就可以, 比較出, 希臘的神, 和羅馬的神, 他們的名字不一樣, 有很多名字啊, 後來歷代採用, 你看這個神啊, 這個在希臘時候叫, Artenes, 是Juze, 和Level, 她生的女兒, 她是月亮神, 月光神, 狩獵神, 和兒孩子生命的神, 那麼到羅馬時候, 羅馬太喜歡這個神了, 就給她起了更漂亮的名字, 叫Diana, Diana, 看到吧, 所有我們現在, 很多的名字, 都是來自這個地方, 他們真是文明的起源了, 這個神大家會覺得呢, 有很多男人, 還是像叫Herbers, 赫爾瑞斯嘛, 這個法官有很注重的名牌, 他是基督斯, 和邁夷, 他的這個兒子, 基督斯有很多的女朋友啊, 生了很多孩子, 很多孩子啊, 到處偷人啊, 這個基督斯啊, 這個是, 這個時候, 受信的神, 腳上有脂肪, 可以順性的, 他說是Malmessandry, 他是個信使, 他是為這個神靈順性的, 他並講的是一個Good luck, 是個好運氣的神, 這個神非常可愛, 叫Herbers, 那麼他有脂肪, 穿拖鞋, 脫鞋, 脫鞋上是有翅膀的, 有翅膀, 在羅馬就把它改成那個名字叫, Malmessandry, 叫水星, Malmessandry是水星的意思, 就是, 羅馬神他們戴個帽子, 帽子上有兩個小翅膀, 你穿那個拖鞋, 脫鞋上有兩個小翅膀, 整天飛來飛去, 給別人送信的, 這個東西擺在你宿舍裡面, 你考試就成績好了, 因為他是好運氣的神, 比如說, Good luck, 就是講Mercury, 就講這個, 其實原來叫Hermes, Hermes, 那還有, 還有一個是大家可不可以記住的, 這個Aphrodite, 這個Aphrodite, 他是愛情的神, 是美麗的神, 這女孩子都喜歡這個神, Aphrodite, 那麼, Aphrodite呢, 他這個是非常慈愛的, 所以到羅馬的時候, 太喜歡他, 把他改一個名字叫, Mercury, 維朗絲, 大家知道維朗絲, 維朗絲, 維朗絲的, 希臘有名叫Aphrodite, 那個字, 這個字呢, 現在變成了一個, 形容詞, Aphrodite, 大家知道有一種, 有一種藥, 叫做Eachra, 知道嗎? 維歌啊, 那個就是一種Aphrodite, 就是後來人所稱的壯洋藥, 因為跟維朗絲有關係嘛, 你看到誰才會興奮嗎? 當然看到美麗了, 那誰是美麗代表, 就是Mercury, 那麽在古希臘叫Aphrodite, 那還有一個Apollo, Apollo神, Apollo神, 他是, 救師, 是Letter的兒子, Letter的兒子, 那麽他是代表什麼, 代表Solar Light, 代表陽光, 代表Rhythm, 代表道理, 那麽, 預言, 代表醫藥, 代表音樂, 這個神了不起啊, 拿了術琴, 拿了弓箭, 什麽都有用, 有用用用用, 是吧? 那麽到羅馬裡面, 叫Hogos, 所以我們中國人, 沒有用這個, 是用這個, 所以我們在, 還有這個神, 這個Aphrodite, 他是Josephela的孩子, 這是另外一個, 他是戰爭之神,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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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著盔甲, 到羅馬時候, 就把他換了名字, 叫Mars, 是什麽, 火星, 火星, 馬爾斯, 你們看看這兩個星, Metron是現在的水星, Mars是現在的火星, Venus現在是什麽星啊, 金星, 金星, 基本上這些星的名字, 都是羅馬人所借見的, 希臘神話裡面的演繹, 所以說, 你說他們是不是, 影響到我們整個古話, 那麼下面還有很多, 神指的名字, 我就唯一讀了,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一個, 這個神呢, 這叫, Poseidon, 我記得, 19, Poseidon是海神, 他就是這個兄弟, C, 海神, 所以他這個, 拿的是什麽東西啊, Tridon, 是什麽嗎, 三叉旗啊, 一個三個頭的毛, 三叉旗, 並叫他騎馬, 所以呢, 在古道, 把它叫妙圖, 叫Mephudu, Mephudu, 所以這個, 等等這些,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一個, 我給大家, 留下這張, 完整的羅馬和希臘的神, 和神的象徵的表, 大家回去, 細細看看, 你就發現你們生活當中, 很多常用的這個字啊, 就在這個影片, 好不好, 這個我就, 給大家再細看, 很多很多, 那麼, 古古代的希臘人啊, 古代的地中海文明當中最重要的希臘的趨向他們影響了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就講到個人的價值, 看到這裡, Individual human potential, 個體的強力, 因為所有古代文明都沒有個人化, 只有希臘人鼓勵個體, 個體的進去, 所以呢, 由於個體的發展, 所以它 strongly influence, 非常有力的影響了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Science, 科學, 第二個呢, History, 歷史學, 第三個呢, Philosophy, 哲學, 哲學, 第四個呢, Literature, as well as, 還有什麼, Individual,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建築和美術, 這五大象, 是古希臘人對我們留下來的最重要的影響, 那麼, 古代的希臘人呢, 對於所有宗教的他們也有一個要求, 但是他的神靈啊, 他只是覺得神, 只是有人像, 這個叫做, Imagine to have a human form and attributes, 跟人, 有人的, 他有一個人的這個形象, 我們前天所看的那個, Hegelus, 大理事其實就是表達希臘對於神的這個世界的了解, 他把這個叫做什麼東西呢, 叫做, anthropomorphic, 這個字能, 這是, 神人同一, 神人同一, 神跟人是一樣的, but also human personality and comfort, 神不光是跟人有神似的地方, 並且還有形似的地方, 所以他說, 有human personality, 有性格, 比方說宗師, 會去搞別人的老婆, 之類的事情, 還有conference, 他們其實有矛盾, 所以人的社會, 所有的個性的東西, 在神的社會裡面反映, 這是, 在我們其他的文化裡面沒有的, 中國你怎麼敢說, 玉皇大禮去託別人老婆, 是吧, 那你想死啊, 或者你說觀音怎麼樣, 出去戀愛, 那就完蛋了, 但希臘的神號裡面什麼都有, 神跟人是一樣的, 他不過是住在天上, 住在奧林匹的山上, 大家懂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別, 那麼其中最重要的這個貢獻之一,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painting and portrait, 兩個東西,painting, 繪畫,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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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celain, 瓷器, 淘氣和瓷器, 都是燒紫成的, 有什麼最大的區別, 大家看在那邊, 第一個對, 不幼, 關音土, 關音土, 瓷土, 第三個呢, 多少分度, 要請瓷器, 1100度以上, 就可以叫波斯, 第一溫的叫, 一個必須有六, 第二個必須是高齡土, 就是瓷土, Porsetland clay, 陶鮮是紅土, 什麼土都可以, 第三個, 就是它必須是有一定的溫度, 有一定溫度, 這一點說明為什麼, 歐洲人一直沒有能夠發展出瓷器, 一直到了16世紀, 到了德國的曼仙的一個電子殊石才發現瓷器, 因為歐洲人始終沒有找到高齡土, 他們高齡土很少, 中國很早就有, 他們歐洲人很早就能夠達到很高的溫溫, 他們在古希臘的時候, 已經找出了玻璃, 玻璃知道在到1400度以上的溫度, 他們能夠控制這個搖嶺很高的溫度, 他們也能夠, 做玻璃, 玻璃的那個材料就是有用, 他們有玻璃, 有高溫, 就是沒有瓷土,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缺失, 那麼這個是其中一個, 最早的形態叫做geometric star, 最早問的是幾何形, 所有的我們看的這個, monumental murals, 什麼叫mural, 壁畫, mural, 壁畫, of ancient Greece have been lost, 所有古代的, 具有紀念意義的壁畫, 現在都已經全部失傳,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inting star, is knowing only through the images of the portrait,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古希臘的這個, 這個壁畫, 我們僅僅是流存在這個, 陶罐上面, portrait上面, the earliest regimens start on Greek art, after migration of 1200 and 800 BC, is called geometric, 最早的這個, 希臘的這個, 這個文化的這個, 特解呢, 我們把它叫做幾何形, geometric, the lively patterns arranged on their aphora, 什麼叫mphora, 是兩耳的提涼罐, 古希臘有兩個耳朵的那種提涼罐, 我們叫做mphora, 是拿來裝橄欖和裝水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它的提涼罐, 這是最早的一個時期, 這個我把它叫做幾何時期, you imagine, 全部是幾何圖形, 上面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裝飾, 但是都很幾何, 這是它的前期, 那麼我們看到它有些什麼東西呢, 它第一個就是陶土, 陶土叫terrakota, 這個字, 這個字現在用了很多啦, terrakota, 像我們這個陶磚地, 我們叫terrakota, 還有我們這個右磚, 貼牆的磚, 包括你們建築上面的磚, 這是terrakota, terrakota, 這是一個放在一起的, 那麼當時呢, 用了很多種, 他們主要用的這個造型呢, 是用這個seal web, 看這個字, seal web, 什麼叫seal web, seal web就是解影, 像皮影系一樣的解影, 叫seal web, 所以我說你們做一個, 一個design, 你們做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呢, 盡量用這個figure, seal web, 就是用一個人形的這個, 剪影, 就是這個字, seal web, 這個字要記住, 就是專有名字, 從事藝術人情, 經常用seal web, 那麼, 所以呢, 往往是用這個東西來做的, 所以它的動情都是, 他們當中有幾種, 有種是red figure base, 一種是紅面色的, 人物形象的, 這個陶館, 一種是white round base, 一種是白頂的陶館, 當時有這種幾種, 我們就看看他們的陶館, 他們有幾種形狀, 這些形狀呢, 都是有提量的, 這個是提量, 兩手提量, 他們是amphoria, 那麼還有些單藍的罐, 這個罐比較細, 是提水的, 那麼還有比較大, 可以放東西的罐子, 兩個也有來個提量, 他們從很開始來做的時候, 這個, 無溫這個形狀已經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另外的幾個罐子, 也都是有提量的, 像這個琴盤, 上面放葡萄啊, 放這個柚子, 放在上面, 這個是希臘常見的罐, 他們很早的陶館, 跟我們做的那個, 輕紋器的形狀, 就完全不同, 走到另外一條路, 底部比較小, 很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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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其實很靈重, 我們是做這個, 祭世用的, 那麼它就包括有這種幾種, A叫Hydria, B叫做Lactos, 等等, 這些名字, 我不要給大家記下去了, 我們到這個就看看, 那麼, 我們在這個上面, 我們看見了大量這樣的, 繪畫, 這張畫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什麼叫畫呢, 它是一個故事, 是阿基利, 和阿傑斯, 這兩個人在玩棋, 阿基利, 大家記得, 有話叫阿基利之族嗎, 記得嗎, 那天我們看那個, 大量的電影裡面那個, 有馬腿的那個, 小胖子之後, 終於培養了一個, 非常棒的英雄, 英雄那什麼都好, 就是腳跟的問題了, 現在我們說, 因為有弱點的話, 就是說, 有Archili's ear, 什麼意思啊, 阿基利的腳跟嘛, 就是說, 恭喜你的弱點, 你不是有弱點嗎, 那是阿基利的腳跟, 懂了嗎, 就是等於中國人, 抓人把病, 就是突破你的弱點, 就是Archili's ear, 就是Archili's ear, 就是Archili's ear, 那麼在這裡抓齊, 畫得非常的細密, 他的這個戰棺放在旁邊, 看到嗎, 這個是帶著戰棺, 這個是把戰棺放在一邊, 希臘傳說裡面的好多東西, 會表現出來, 大家看看這個, 戰服上面, 他這個小腿上面, 還有一個金屬的一個骨腿, 看到嗎, 可以擋住, 可以騎馬和收骨, 那麼然後我們又出現了, Black figure painting, 就是黑色的人形的這個, 這個繪畫,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他的, 非常好看, 這是其中的一張畫, 這張畫是什麼畫呢, 叫Berlin Painter, 是, 這是優羅花的被誘拐, Adoption of Europe, 優羅花, 優羅花是誰誘拐的呢, 就是祖皇咒詩了, 這頭牛就是咒詩, 這個是美麗的優羅花, 在海邊玩爽, 突然間跑出一條公牛, 他就跟著他去玩, 然後坐上去, 然後會帶走被誘拐, 後來生下了孩子, 這個就是, 這個一個神話, 這個人和牛, 都畫得非常精彩, 線條很流暢, 很流暢, 我們可以估計, 當時人是用這種尖的, 非常流暢的毛筆的神話, 換一個再把這個去培燒, 並且衣服是多摺的, 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無希臘人, 會有這麼好的這個紡織品, 其中一個說法說, 這個可能是從中國進口的絲綢, 但是中國跑到希臘區那麼遠, 有誰能夠跑那麼遠, 這只是一個疑問, 那麼在當時穿什麼呢,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從歷史記者來說, 他們掌握絲綢的技術, 是很好的事情, 歐洲人, 但這個衣服是非常細的一個衣服, 還有紅顏色的這個人的, 我們看到有一個陶館, 那麼這個是一個陶館上面畫的, 一個很漂亮的帥哥, 然後陶子鑲嵌, 就是鑲嵌, 鑲嵌最早不是用陶子的, 是用這個產生大的石的, 名字要什麼? Mosei, 馬賽克, 馬賽克就是這個Mosei, The few monumental examples of the Greek pictorial style, that have survived days from the Hellenistic period, 大家記住這個字一定要記住, Hellenistic, 希臘化時代, 希臘, 滅了以後, 希臘文化擴大到海外, 就變成希臘化時代, 移植到中近東地方都被希臘化統治, 我們把它叫Hellenistic, 希臘化時代, 在這個時候開始產生了, 那麼出現了這個Mosei, 用什麼做這個Mosei呢? 用Pebble, Pebble是碗石和小石塊, 你們每天走來上學, 走到食堂, 那個道路旁邊不是有兩邊放了很多黑葉子的小碗石嗎? 是吧? 很多人在那裡踢來踢去嗎? 那個碗石叫什麼? 那個碗石叫Pebble, 懂了嗎? 就是這個Pebble, 這個字看到嗎? Pebble, 就是一個碗石, 所以不要說它們是stone, 那是個總稱, 是Pebble, 是碗石, 所以它是Pebble Mosei, 是用小石塊所拼成的這個Mosei, 那麼這個是進入了一個心理的階段, 我們看就是碗石拼的, 我們在這個坡裡面所看到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希臘人呢, 他們的寫石的功夫已經達到相當水準, 過月前五百元, 人體的解剖, 動物的解剖都非常的嚴謹, 第二個, 他們崇尚人體的美, 所以這兩個人都是裸體, 雖然他們有衣服, 但是他們完全吃了我的, 表露自己的身體, 非常的這個壯美, 大家看看中國古代的所有的雕塑, 都看不見肉, 你看, 何嘗沒有一個字, 有一個頭和一隻手, 身上怎麼樣看不見, 不能讓你看見, 那得了, 連男人的肉都看不見, 女人的肉就龍鎖了, 但是古希臘人很常這個東西, Sculpture, 雕塑, 希臘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雕塑, 那麼它的雕塑呢, 和這個繪畫是同樣重要的意義的, 它們兩者你看, Greek Sculpture, Parallels, 和什麼平行呢,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s, 它們都是繪畫和雕塑是並行發展的, Towards Increasing Natural, 描寫人生本身的自然的美, 它崇尚Natural, 就是古希臘最重要的一個畫, 那麼我們是看, 希臘時候的一個雕塑, 這個時候人體的比例還不是不對, 頭太大, 胸太窄了, 是吧, 下面的腿也不對, 這是它轉氣的這個雕塑, 這雕塑上給我們傳說的最早, 其實這個古希臘時期的人呢, 他們頭髮的髮式很複雜, 編了很多的小辮子, 並且用一個小小的袋子把頭髮數起來, 就是, 辮子的最尖端, 還找一個小結, 我們也找到一個女性的雕塑, 當時的女性很寫實, 我不算很美啊, 中等美貌, 也輸了很長的辮子, 但是穿了一個非常現代的服裝, 一件很寬鬆的袍子, 腰裡用的腰帶記者, 是直身裙, 這個後來我們把它叫做聯藝裙, 呼拉基, 是古希臘的畫面, 古希臘的畫面, 這個已經很棒了, 但這個很早, 我們看到這個臉的側面, 這個, 這個後來我們就把它叫做希臘的鼻子, 這種鼻子, 所謂希臘鼻子是和額頭騎的, 額頭一直過渡過渡, 沒有一個奧下去, 看到嗎, 這個地方, 這個希臘鼻子, 這個你到希臘去, 還有可能有孩子是這樣的鼻子, 非常好看, 那個神一樣, 那個, 因為他們神的雕塑我們都是這個鼻子, 我們沒有, 我們都是, 他鼻子多, 那麼, 我們也找到了一個, 一個男孩的一個雕像, 這個雕像是叫什麼東西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叫Pretile Store, 大概是, 在雅典發掘的, 公元前480年, 孔夫子的時代, 是用大地石做的, 這個已經開始出現了, 比剛才要畫, 進度得多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男性的固體, 但是手和腳就已經斷掉了, 這是在魏城所發現的一個, 一個雕像, 那麼希臘, 在顯實的藝術上面, 在自然主義上面, 更進了一步, 那麼, 最早的時候, 我們叫古典主義的風格, 那麼, 我們看看, 我們發現了這樣的雕像, 這個就很了不起了, 這個雕像的技術, 比剛才我們看的三個要進步得多了, 並且它意味著一種新的技術, 叫Ross Wex Process, 石蠟法, 石蠟, 石蠟, 石去的石, 這個石蠟的蠟, 這是一個青蠟的雕像, 怎麼做的呢, 先用蠟做一個雕像, 然後用很耐溫的, 粘土把這個蠟, 用石粘土把它包起來, 然後把這個粘土被幹, 然後把融化青蠟, 倒在這個粘土的模子裡面, 融化了青蠟, 把蠟把它燒掉, 取在了蠟的位置, 叫石蠟, 大家懂了吧, 所以蠟可以做得很細膩, 可以雕刻, 用石蠟是能夠造出最驚喜的雕刻的一種方法, 那麼這個銅像呢, 是用石蠟做的, 是青蠟的, 說明他們在駐造物理上, 已經達到了一個, 一個史無前例, 新高層, 並且人體的比例正確, 造型正確, 這個本來是一個, 丟標槍的一個運動員, 看他的手上應該是一支標槍, 也就說明, 蠟人當時運動員的普及, 標槍, 這個是他們當時的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作品, 這個呢, 是他們, 有些人認為這是, 主神咒詩的樣子, Zeus 他的樣子, 應該是這個樣子, 當然是猜測, 所以大家看昨天那個, 前天那個電影, 就是跟他的這個造型來做的, 這個 Zeus, 胸很寬的, 肌肉發達, 很漂亮的一個男人, 所以又管了很多女人啊, 這個表演啊, 這個簡直現在大家看也是美男子, 美男子啊, 美男子啊, 這個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 Policatus, 是這個製造商, 這個所做的是, 這個 Steve Bell, 他的一個, 希臘文的原文叫做, Dorifos, 所以這個叫做的名字, 它其實就是, Bellbill, 這個人的手上, 應該原來是拿了一個標槍, 看到嗎, 這個拳頭這個地方, 應該是扶了一支標槍, 站在這裡, 這個很漂亮, 因為這個人的重心, 放在一條腿上面, 所以, 呈現出一種運動之後的一種鬆弛感, 比例很好, 這個, 希臘人對於人體的了解, 可以達到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境界, 並且完全, 独害羞在爆了人體, 人體非常的美麗, 這是, 持標槍者, 我們就說, 扛了一個標槍者, 到現在為止, 這是, 後來翻譯了石膏, 我們很多美式學院學生, 還在畫這些像, 是吧, 就是希臘有所所做的, 五世紀, 這進入真正的古典時期, 這是最高, 只有五十年, 所謂classic style, 最經典的時期, 就是, 公元前四百五十年到四百年, 只有五十年的時間, 那麼這個是最偉大的時期, 我們把它叫classical, 或者我們把它叫high quality, 或者叫traditional, 叫傳統的, 或者叫lastic, 有隨不朽的, 那麼這個是, 經典時期的希臘, 那麼我們再看, 他們的雕像, 這個時候的人, 所有的雕像, 可是都已經有了很多的情緒, 這個女孩子, 略有點憂鬱, 人體的筆記非常正確, 大家看她們衣服不好看, 非常好看, 這個中短裙, 非常細密的這個絲綢, 裹在身上, 露出一個胸, 另外一方面打著, 這個是記一個袋子, 大家最近前幾天看見這個, 雅典點著了這個奧利匹克的這個聖火, 記得吧, 那幾個女孩子, 就穿著這樣的衣服, 改裝了一下, 把它變長了一點, 這就是古希臘的時候, 全部是白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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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建築, 最重要的就是, Acropolis, 衛城, 保衛的衛, 城市的城, 這是全世界建築的極大城, 就是Acropolis, 衛城, 古希臘的衛城, 是坐在雅典山頂上的一個巨大的一個神殿, 這個衛城, 在雅典, 在雅典, 叫Acropolis, 看看吧, 這個就是雅典後面的山, 整個山上, 全部是一個巨型的宗教建築, 其中包括了所有的這些大的神殿, 小神廟, 還有海王神廟, 整個做成這個整個結構, 我們叫做Acropolis, 叫做衛城, 這些建築對我們的意義太重大了, 因為它為我們現代的很多建築建築的基礎, 你們現在去看看, 人民大會人的住室, 就從這裡來的, 所有什麼巴黎的幻神廟啊, 所有這些現代歐洲的古典主義和作品, 都從這裡找出他們營養, 這個我們所謂保證的是叫classical, 叫經典時期, 經典時期, 這是Acropolis, 衛城, 那麼我們看看Acropolis, Ethan is the capital of modern Greece, 雅典是現代希臘的神都, and it's located on the Saroniqa Gulf, 它在Saroniqa這個海灣地區, just inland from the port of Pyrrhus, 它是從那個Pyrrhus的港, 進去那個海灣, In the second half of 15th century, 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下半夜, Ethan was the site of full flowering of classical style in the arts, 它是整個古典風格的藝術的, 新盛的一個地點, 它用這個字, Full flowering, Flower, 是花, 看到嗎? Flowering, 是蓬勃發展, 茁壯成長的, 這個經典文化的一個中心, This section considers the combination as Ethan was embodied in the buildings of Acropolis, 所有建築器都包含在 Acropolis, 在魏城的建築裡面, particularly the Pantheon, Pantheon, 萬神殿, 萬神殿, 特別是Pantheon, Acropolis, 從這個, 這個自從哪來呢, 從希臘語, Acrox代表高, Holish代表城市, 高的城市, 所以我們把它移成衛城, East fortified rock, 它是用石頭把它加固的, 我們看看, 它是用石頭把它加固的, 我們看看這邊, 用石頭整個把它加固起來, 做的這個傷, 就是它的, 成的構造的特點, 那麼, 所以呢, 它同時呢, 在市民遭到這個, 結略的時候, Siege, 最後這個字, Siege, 是遭到遭難的時候, 他們給它, 提供了什麼意思呢, 提供了一個Sanctuary, Sanctuary, 是庇護所, 所以它除了, 是一個神殿以外, 它也在這個城市, 遭到違憲的時候, 它會當地的距離, 變成一個庇護所, 這是Agromalist的意思, 我們就看看這個景色, 這是它現在的, 現實的布局圖, 這個是Pantheon, 萬神殿, 還有小神廟, 還有一個密封, 下面是一個山頭上面, 那麼, 所以大家看, 一是Pantheon, 二是叫做Erecity, 第二, 是小神殿, Pantheon, 第三, Temple of Adam's Night, 這是雅典達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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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漂亮的, 這是最宏偉的, 這是萬神廟, 這是萬神廟, 萬神廟, 首先它的比例, 是黃金比, 第二, 它發明了柱廊, 柱廊, 這個圓黑點都是柱子, 我們看, 多麼詢偉, 並且它有了, 最早的希臘的柱頭, 這個柱身啊, 都有這個條紋, 大家看是一段段的這個石頭砌上去, 那麼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門櫃, 裡面有很大的空間, 跟古埃及的柱廊, 古埃及的柱廊裡面完全沒有空間, 而它這個柱廊, 裡面有很大的空間, 上面有屋裡, 那麼所以這個非常順利, 這個有很多東西, 莫蘭文教, 這個叫做防火蜂牆的, 三角山花, 他把這一條袋子, 我們叫free zone, 那麼現在我們都有, 具體的建築書屬裡, 這一次所有學建築學的學生, 必須要考懂這一課, 就是把這個pathium考懂,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 重建的pathium, 我們在德國的柏林的博物館, 我們根據考古的發現, 我們把它完全復原了, 上面是拔底, 你看這個多巡偽, 是吧, 上一個非常尊嚴的, 它有的建築的尊嚴, 這個感覺非常經典, 大家注意看看這個三角牆上面, 布滿了雕塑, 全部是雕塑, 全部是立體的雕塑, 不是浮雕, 最重要的點就是golden section, 什麼叫golden section呢, 黃金筆, 黃金筆的公式是這個, 這是黃金筆的公式, GG這個公式, 這個在我們平面設計, 和在建築設計上面,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比比關係, 這是古希臘人發明的, 這個神殿整個就是用黃金筆, 這是黃金筆的關係, 看這個圖, 你是A一個B, 這是AB, 他們的比例關係, 記住那個公式, 大家要記住, 我們早年的這些外國的探險家, 到這個神殿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神殿, 萬神道上面還有一些雕塑, 這是當時一個英國的一個, 一個探險家, 在19世紀的時候, 所看見的那些雕塑, 他把它劃下來, 這是我們所看見的上面的雕塑, 這是另外一邊的雕塑, 這個屋頂上那個山花牆, 它們兩邊的雕塑, 這個雕塑呢, 被德國人搶走了, 現在放到柏林的博物館, 這是雕塑的一個部分, 大家看出這個三角形吧, 看見嗎, 它是完全做這個三角形, 鑲在那個牆上的一個部分, 其中有一個代義的女神, 有兩個坐著的女神, 有一個休閒的角落室, 有一個碼頭, 還有海繩在這邊, 牽著馬, 這是左邊, 右邊, 這組女神非常的漂亮, 這個體態封印, 並且服裝的那個衣紋, 非常的漂亮, 這一點, 使我們很多人覺得, 他們的確從中國進口的絲綢, 否則他們沒有任何的彩材幣, 做出這麼輕, 這麼美的衣服, 並且這個服裝非常的寬鬆, 這個服裝變成了二十世紀初年, 1905年, 法國一個大師, 叫保羅·布瓦內特, 發明現代時裝的最早的參考人員, 就是來自這個地方, 布瓦內特是從古希臘服裝裡面, 找到時裝的動機, 所以我們才有現代的時裝, 是從這裡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幾個方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 就是它的次序, 次序, 這裡有兩種次序, 下面這個叫Ionic, 愛奧尼克, 上面這個叫Doric, 看得像那個字馬, Doric, 陶里安注釋, 陶里安是最早的, 萬神廟就是用陶里安注釋, 它的比例關係, 柱子比較粗, 頂部比較平素, 叫Doric, 上面呢, 也有一樣的, 有Frizos, 有Penamid, 這個後來發展到比較典雅的, 叫Ionic, 愛奧尼克注釋, 柱子比較細, 柱頭有捲槽, 這個是兩種注釋, 這是最早西洋人所貢獻的, 現在全世界的這些, 包括什麼法院的大國, 都是還是用它的注釋, 看見了吧, 我們有很多娛樂城, 那什麼宮殿呢, 都是學這個, 就是古希臘人他們所建造的, 最偉大的文化, 這是它的第二個物件, 除了黃金比以外, 就產生了, 建築的比例, 或者建築的構造, 我們把它叫order, order, 就是次序這個字, order, 這個是一個order, 一定要有這些因素, 才能夠形成一個偉大的建築, 發展出來更多的, 這是後來改造型的doric, 這是埃奧尼克, 還有出現了一個新的, 叫科林斯, 科林斯, 大家要記住, 如果說問你西方的注釋, 最主要有哪幾種, 就是這個三種, 所有西方的建築, 從這個紀元前, 一直到新布林主, 到現在所做的這個, 非現代主義的建築, 都是首次上的注釋, 哪三種啊, Doric, Ionic, Corritian, 陶蒂安, 埃奧尼克, 和科林斯, 科林斯是全盛期的, 所有文化叫花蘭注釋, 它上面有像花蘭一樣, 科林斯, 這個埃奧尼克是捲草注釋, 多利克是最土素的注釋, 大家看看美國的這個, 林肯紀念堂, 和美國的白宮, 是用的多利克, 因為在宣傳這個, 民主, 要復興他的精神, 復興他的精神, 這三種用的最多, 我們看最後一種, 摳林斯, 看這個字嗎, Berythian, 科林斯, 它是叫花蘭注, 花蘭注, 它有嚴格的比例關係, 那這個上面有些解釋, 我就講幾個他的注釋, 這個陶里安的注釋, 他的簽名是這樣, Dory, 它當中有一個心, 能夠把柱子串起來, 外面有這個浪潮, 不是一個圓, 不是一個完全圓形的, 這是Dory, 我們把這個叫Dory給撞, 撞什麼, 古旺, 這個叫Dory給撞, 我們再看看剛剛的浮雕, 這叫高浮雕, 浮雕也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Lapgiff, 這個是這個, 這個並不是太大了, 就是四英尺高, 但是就是不到兩米高, 現在藏在大英博物館, 在倫敦, 這是我們早年所拍攝的這個萬神廟, 它的一個樣子, 原來我跟大家講的雕塑, 應該放在這個上面, 後來被德國人現在全部搬到柏林的博物館去了, 在那裏面重新做了一個, 一個假的萬神廟, 非常壯麗, 我到柏林去嚇一跳, 一走進去看, 整個萬神廟, 他把它鑽在那裏面做一個, 這十位, 所以柏林的那個博物館一定要去看, 他所有東西都給他搬走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萬神廟的透視的結構圖, 可以看出它的建築結構, 注視, 牆面, 大門, 門湄, 兩眼, 山花, 雕塑, 和Frizos, 和柱子, 這個, 如果你們是學建築的, 這個肯定是要考試的這樣, 這個, 所有建築學, 不管從清華到, 還是到童籍, 這個是, 碧考仁儀, 羅馬的classic, 這個經典建築, 這是基本功, 基本功, 基本功, 這塊, 這是Frizos, Frizos是在那個門湄上面的那一條, 是淺浮雕, 記得吧, 上面不是山光, 有雕塑嗎, 上面有條橫的嗎, 那個橫的上面有條淺浮雕, 這個萬神殿的淺浮雕, 極為壯觀, 是一串這個奔騰的這個戰馬, 你們想想, 這個一條橫過來, 它長度也是幾十米長, 全部是一匹匹的奔馬, 還有戰士, 你看這個多漂亮, 這簡直是太精彩了, 你看看這個, 你心動了, 恨不得家裡牆上掛一塊, 所以現在出現很多仿製品, 我家牆上也掛一塊, 你感覺很過癮, 又掛兩塊這個地方的牆上, 覺得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這個雕塑現在比我們的大學的雕塑系做得好得多, 我們的人做不出來, 我們的人沒有這個功夫, 我們現在人的浮躁, 浮躁得好, 做不出這麼好的紅馬, 大家看當時的馬還沒有馬鞍呢, 這些人都是吃腳騎馬, 很好的騎士, 這個是重建的一個店, 這個Phidias Athena, 就是我們所謂的亞典達, 亞典達智慧女神, 他有一個神廟, 那麼他的那個神像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把他修復了, 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亞典達, 亞典達他有很多東西拿到手上, 有盾牌, 有長毛, 頭上有皇冠, 那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帶翅膀, 他的姓氏, 大家看見他旁邊, 他所扶住的柱子, 看見嗎? 那個柱子是科林斯柱, 他的生活柱子是甚麼柱啊? 是多利克柱, 有兩種柱子, 多利克柱林斯, 圍繞他, 大家看他的腳下踩在那個地方, 有一大串的潛伏雕, 非常豐富。 MEDUSA, 大家知道MEDUSA吧? 這是亞典達的神殿, 他的雕像是放在這個那邊, 羅馬人已經學會了用不同的比例來做, 剛才大家看到萬神廟, 很寬,很長,很雄偉, 這個感覺很秀麗, 覺得吧? 很高長,很秀麗, 他的柱的比例不一樣, 這個用了艾奧尼克柱, 這個捲花柱, 艾奧尼克柱, 捲花柱, 這個小神廟, 我把他叫做, 非常秀美, 所以同樣是民眾的師龍, 他能夠做出雄偉的感覺, 也能做出秀美的感覺, 並且有很好的裝飾, 這是亞典達的牆上的雕塑, 你看這一件真是漂亮, 不得了, 這件衣紋, 這麼精細, 透過衣紋, 可以隆隆隆隆看見的人體, 人體又是那麼封印, 這是古希臘的經典時期藝術, 登封造極意圖的作品, 這個可以說是, 前往來走後, 古人啊, 一直搞得有異復興, 米克蘭這龍還在學他, 還在學他, 現在就沒有了, 大根兒沒有了, 現在, 美術學人雕塑是做不出來的, 現在人, 人性浮躁, 這是另外一個, 側墊, 他們做了很多種不同的側墊, 大家注意到這個側墊最精彩的就是, 它的柱子是人的雕塑, 看到沒有, 全部是用人的雕塑來做柱子, 這些是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做法, 看見了嗎, 這個精彩之極啊, 現在已經殘破了很厲害, 我們想想, 剛剛完成的時候這些柱子是多麼的美啊, 這些直的柱子是後來加上去做個加固, 原來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都成立嘛, 所以現在我們家裡的柱子把這個屋頂頂起來, 我估計這些, 這些雕塑和這些建築, 大家在今年就會看到, 在奧美會出行的時候, 那肯定有很多鏡頭是拍這個地方的, 大家會保看這個灰塵, 保看這個萬神廟, 是吧, 因為肯定要拍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希臘精神的精髓所在, 這個希臘晚期的文化改要出來的呢, 雕塑雖然一方面, 但是戲劇很發展, 所以做了很多劇院, 便是露天劇院, 在那裡上演各種各樣的戲劇, 這是其中的一個劇院, 這是劇院, 劇院後面原來應該是有一個建築, 在做成一個環形山坡上面, 大家公開看戲, 你說當時的人多浪漫啊, 多浪漫啊, 看看雕塑, 搞搞運動會, 聊聊天, 參加一下政治, 晚上坐在這裡, 月光下看戲, 有那麼多神話, 悲劇喜劇, 看完戲走回家, 一路上一路人, 是日子過得何其之美啊, 所以希臘文化是真正是, 人類文化最穩大的一段, 最穩大的一段, 影響了歷代, 武劇院, 他不再修一個劇院, 他在每個地方都蓋劇院, 現在實際上存在的, 希臘世紀劇院還有一百多所, 有一百多所, 移植源到這個圖迪斯, 都還有這個希臘劇院, 然後到羅馬, 羅馬風時期, 大家記住這個字, 我跟大家說要記住了這個, 羅馬風格時期, Helenistic, 羅馬風格時期, 就是羅馬風格, 邁引到這個, 而不是希臘風時期, 希臘風時期, 邁引到整個世界, 那麼這個移植到什麼地方呢, 到亞歷山大大帝始皇的時候, 這個復活移植是蠻遠的, 是東元前323年, 到東元前31年, 東元前31年, 東元前31年, 是中國漢代已經開始, 就這個時期的作品, 我們看看, 我們這個時候看見, 雕塑, 繪畫和建築畫, 然後更加成熟的地古, 阿波羅, 雕塑, 這個是最重要的, 聖利女神, 這個聖利女神, 我們叫Wing the Night, Night, 是Wing of Victory, 所以你們看那個奈克的邪, 是古希臘的勝利的意思, 因為它是聖利女神的名字, 那奈克, 知道嗎, 是亞典拿女神的另外一個名字, 奈克, 奈克, 這個雕塑非常大, 這個雕塑大概有, 這個從那個蔣台一直到屋頂那麼大, 有這個地出陣上面那麼大, 現在擺在巴黎的那個羅浮宮, 走進羅浮宮的主門, 它有一個樓梯走上去, 樓梯上擺了這個雕塑, 打了幾盞燈, 哦呦, 那個感覺簡直是, 震動, 因為我第一次去羅浮宮, 沒有想到擺在那個地方, 我想肯定是擺在那個房間, 走進羅浮宮那個泳道很黑了, 慢慢走進去, 人上人海了, 從被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走過去, 然後走上地面, 一走上台, 有個大的一個巴洛克樓梯, 樓梯這麼幾天, 擺在這個東西, 打了幾個一個女生, 沒有頭的, 張了兩個巨大的翅膀, 我有那種感覺, 簡直覺得人類太有大, 那個轟動, 後來我跟史教委員的院長羅中立啊, 這個他們幾個藝術家, 他們都是說內向, 給我們的震撼太大, 人類太有大, 兩千年前做出這麼寫實, 這麼美好的東西, 這是他們最高的作品, 亞歷三大王的頭像, 他們剛才已經被很多人做這個雕塑, 這是亞歷三大皇帝的雕塑, 很悲劇, 亞歷三大大帝, 這是馬其頓, 進入希臘來當的皇帝, 這個外祖皇帝, 後來率領希臘大軍, 遠征, 亞歷三大大帝, 遠征, 移植到現在的伊朗, 接近的打入印度, 這麼厲害, 最後在路上死於這個黃熱病, 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六歲, 他死了以後, 整個這個希臘帝國開始摔掉, 我們還有很多人寫實的雕塑, 可以看出希臘這個人性的方面, 這是一個提水的老婦人, 不是什麼權貴, 就是一個老婦人, 穿了一個衣服, 大家看, 用左邊手上添一口水, 看到嗎? 這種反應民間的很通俗的生活的東西, 在古希臘這個, 他的文化裡面已經出現了, 很文文化, 老婦, 老婦, 老婦和兩個兒子, 放了戒條, 被上天害了蛇王殘食, 這個是老婦的群像, 這個中間是老婦, 他的兩個兒子都被巨蟒所殘著, 這個表達了人類在臨死之後, 痛苦的掙扎, 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集雕塑, 這個雕塑, 他現在在世界上也是作為最重要的雕塑之一, 所有的美術教的書裡面都會講到拉奧, 拉奧, 你們看看中國當時是漢代, 看看漢代處置的那個墓湧, 那完全沒有解剖了, 那個中國已經是儒家思想, 已經深入高, 病入膏肓, 沒有辦法, 所有的人體都不能用, 而古希臘人是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確有很棒的一面, 這是宙師祭壇, 這是現在在柏林的藝術博物館, 整個祭壇原來在衛城附近, 是準備寄這個宙師的主神Juice, 那麼這整個神殿被德國人在19世紀末夜用軍隊把它征服以後帶走了, 現在放在柏林這個叫Pakamon Museum, Pakamon博物館在柏林, 這個博物館我走進去也是嚇了一跳, 因為也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在那裏, 原來沒有看介紹, 結果走進去他做了一個巨大的房間, 一進去整個祭壇擺在裡面, 並且上面打了很流行的光, 那個感覺好像在天, 在空中一樣, 我有那個震撼感, 我們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觀眾可以走上去, 不過那種感覺完全好像回到西藍一樣, 這個德國人呢, 你可以說是做壞事, 搶了別人的東西, 但是也做了好事, 因為這個東西以後, 在希臘早就被偷光了, 偷光了, 他就把藍術的保護起來了, 這個在, 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博物館, Pakamon Museum, 柏林的博物館, 當時的紅軍攻克柏林, 大家知道這個是吧, 1945年, 整個博物館都得轟平了, 當時, 紅軍的指揮員, 每個人使他們都能從這個博物館, 不能打, 所以這個博物館是一槍都不要挨的, 就是要保護這些, 文化的珍品, 這裡面不但有一個完整的, 這個宙式的神殿, 這個放在裡面, 還有一個完整的這個, 美索不當一樣的一個, 陶瓷做的宮殿放在裡面, 裡面有兩個古代的城市, 坐在博物館裡面, 那種博物館的感覺, 那是很驚人的, 也很忘記, 這個盟軍, 美軍, 書軍都約好, 不轟掌這個博物館, 打仗, 躲開這個博物館, 這個德軍呢, 也都說好了, 我們博物館只能抵抗, 我們博物館不住在博物館裡面, 所以大家都是做博物館, 所以這個博物館就完整放出起來, 就是打仗, 打到最慘烈的時候, 大家都很文明, 這博物館不要碰, 是吧? 這是那個博物館上面的一張雕塑, 就是大家看那個, 剛才看的那個, 宙式神殿上面的雕塑之一, 這是雅典, 你看這些智法做的多漂亮, 這些智法, 都很悲劇吧? 好了,我們休息一下, 下面講一下這個羅馬時期了。